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这期跟大家讲一下国内的娱乐圈的新闻 然后这个新闻也是先关于女权的 也就是因此我最会关注的 首先这个是一部电视剧叫《坠序》 然后是郭麒麟 还有女孩叫什么不记得了 郭麒麟的主演 然后郭麒麟的主演其实已经宣传了很久了 关于《坠序》这部电视剧 然后《坠序》这部电视剧的作者 编剧 他是算是网文的作者 一个男孩子 我不熟 我很少看网文 尤其是这些年的 以前的还看 最近的不怎么看 然后引起了另外一个算是也是写网文的一个女作家 女写手 然后她的一些话题 然后抨击了《坠序》 就是郭麒麟主演的这部电视剧的 这个编剧 抨击了她 说这个男的怎么着 然后好像跟着别人一起跟她起哄 然后的话说了一些 这个女孩子不爱听的一些话 然后好像就对她有种侮辱 有种侮辱了 然后这个女孩子不干了 所有人都是垃圾 所有人都是坏蛋 然后说了这番话之后 网上的这帮女权们就不干了 这帮女权们开始了 男人都是混蛋 男人都是坏蛋 抵制坠序 不看坠序了 然后的话你们不是排给女人看的 你们这些人渣 你们这些男性大杀文 大杀文男性 呸你们这些男权狗男权 骂开了 最近这个新闻已经热了好几天了 我看这个新闻都看了好几天了 给我看了极其的热闹 然后我就忽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关于这个女作家 他提的一些东西 首先他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关于这个男作家 有涉嫌 不确定是这个男作家自己说的 涉嫌 说了一些让这个女孩子不舒服的一些话 也没有什么生殖气宽 就是说有点讽刺 就像那种有点见嗖嗖的开玩笑 你是不是上跟谁开房 就大概这个意思 这女孩子不乐意了 认为你这个男的都是人渣 首先我认为这个话 就算是这个男作家说的 他跟男圈女圈没有关系 他只跟一个人的素质有关系 就如此的简单 这种话女孩子也会说 男的也会说 不见得 女孩子说的不见得可比男的少 为什么呢 这些话传谁跟谁开房 谁跟谁怎么怎么样 然后的话传这些话的 说实话男的应该八卦的这种细胞 略微的比女孩子小一点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八卦的这些主要的观众 还是女孩子居多 他不是男孩子居多 为什么很多这种传八卦的这种视角 基本都是女性视角 他不是男性视角 原因也是如此 所以说呢 说这些话跟男权女权无关 可是呢 这个事情愣给 加到了男权女权这方面去 然后呢 我发现国内的真的是 为什么这些成天喊着女权的这些人们 这些女孩子们 然后被大家称为中华田园女权 真的是很有中华田园的感觉 为什么这样说 很多女孩子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啊 这又是侮辱了 侮辱女权 侮辱中国的女权这些人们 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呢 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要评价你们叫中华田园女权 为什么大家不思考不反思一下呢 就像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啊 那句话啊 他跟个人素质 他也没有说真正的骚扰摸呀 性骚扰啊 这种事情他没有 他只是一句话 你可以说他是开玩笑 轻了是开玩笑 重了你可以说是侮辱 谣言 但是这种话 他跟男权女权有关系吗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女孩子也说的也不少 你上过学的都知道 女孩子传播啊 另外一个女孩子的一些事情 那个不少啊 那个不少啊 我就不继续往下点了 首先呢 这个事情跟男女无关 可是为什么硬要扯到女权 我就看了几天的新闻之后 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啊 以前我跟大家说过一件事情 女权的背后是利益 但你一定要看到没有利益 就没有女权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女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行为 女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行为 你顶起女权来 可能很多人就会喜欢你 就会会因此啊 对你产生一些一个好感 然后买你的专辑 看你的电影 然后听你的演唱会啊 等等等等 女权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业行为 喊女权并不是说自己真的认同女权 或者真的啊 为了女权而思考 为了女权而这 为了女权而那 没有 它只是一个商业行为 然后只要变成了女权的背后是利益的话 那这部上线的电视剧 然后的话有这种女权的争议 它变得是否重要 它不重要 它变成了 就是说啊 发行这部电视剧的这一方 发行方 跟恨这部电视剧的 比如说像那个女作家 它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大家都在炒作这个事情 大家都在这个争议上面分一杯羹 这个事情新闻吵得越大 这部电视剧的广告效应就越好 那比花钱做广告也强太多了 变成社会新闻 天天这么传着 各种自媒体坐着 你从发行方来说 哎这是一个好事情啊 女权继续加重加码 那这个恨这个电视剧的那个 比如说像女作家方呢 他又给自己立了一个很好的人设 我代表了中国的女性啊 我谴责这帮臭男人 哎 我的那个关注也来了 双方都得利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才会越做越大呀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好 既然有了广告效应 既然有了这些利益 那当然而然 他就会有女权 有女权 跟利益是直接相关的 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什么东西没有利益 什么东西没有利益 我告诉大家 这个答案很简单 真正的女权没有利益 真正的做男女平权的人 没有利益 真正的为了女权着想的人 没有任何利益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只要有利益进来的话 那就会有一些偶像明星出来说 哎呀40岁的女人 那女人40岁了 这感觉真他妈好 骗那些小孩 我这个40岁的人 我直接告诉大家40岁跟20岁 就没法逼 身体状态都差太多了 哎40岁的状态 真他妈好 女人40岁真好 骗谁呀 男人40岁也不简单好 女人40岁就好了 身体状态比20岁还好 开玩笑呢 你的经历 你的思考能力 跟20岁那个时候 能够吸收东西的那种能力 差太多了 刚才我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东西没有利益 什么东西就是真正做女权 没有利益 真正为了什么男女平权 没有利益 什么叫真正女权 没有利益 没有利益呢 那女权 真正的女权 应该关心什么 关心 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家 南方有些地方 男女真的不平等 然后的话 什么叫男女 真正不平等呢 比如说啊 有很多啊 我知道的一些情况 南方啊 有女孩子啊 家里有两个孩子 姐姐弟弟 两个孩子 姐姐就可以放弃学业 去大工 然后这个弟弟 就供养这个弟弟啊 能够上学 南方这种现象 现在还是存在的 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 那这种女权 为什么不去关心这个事情呢 大家发现没发现没有 比如像坠绪 这部这种电视剧 那么小小的一件事 我天哪 那个什么山崩海啸一样的 这种阴亮 他就来了 山崩海啸的这种能力 他就来了 好多人去关心呢 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孩都去关心啊 我女权 女权 这真正 没有女权的地方 没有人关心 那有很多人会说 啊 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新闻 我们关心不了 大错特错 什么叫大错特错 有影响力的人不发话 真正做女权的 都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只有这些人 才能在里面获得利益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 那种女作家 比如说 像等等等等 之前我也聊过的一些女作家 常见嘴上喊着女权的 还有一些什么歌手啊 怎么怎么样的 大歌手 大偶像啊 40岁的女人 真他妈好 这感觉 这些人怎么不说话 这些人为什么不说话 大家想象一个问题 这些人为什么不说话 在中国南方 有一些这种这种现象 这些人为什么不说话 有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了 没有利益 对 没错 确实没有利益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地方 那就是真正 如果男女不平等 这种形 这种现象消失了 男女真正平权了 那女权们 成天喊着女权 获得利益的这些人 他们怎么办 啊 他们就没有市场了 大家明白这个问题了吗 女权 跟女人受压迫 她是共生体 女权们想要在这上面 获得利益 女人就必须是被压迫的 那一个 真正女人被压迫的现象 消失了 这边也就消失了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只要利益进入到 这个概念里面 不管是女权 还是各个行业 这个那个行业 这个行业 或者这个女权 她都会变味的 只要有利益 这些东西都会变味的 这就是这个现象 好 而且我再给大家问一个问题 关于中国的女权 其实世界就国外的女权 其实慢慢慢慢 已经发展成了男女平权 当然了 也有纯粹喊什么女权的 但是男女平权 也算是一个不小的一个音量 可是在中国 没有人喊男女平权 女人们只喊女权 男权 男人们不怎么喊男权 看热闹完事了 嘲笑一下中华天眼女权 可是没有喊男女平权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中国没有什么 中国只有什么女人 权益受损的一个情况 没有什么男人 权益受损的情况 其实我跟大家提一个 很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 结婚 婚姻 关于彩礼的问题 彩礼在中国 大部分中国的地区 都是男方家庭出钱 女方拿彩礼 那觉得是理所当然 当然的一件事情 你给的越多 女方越高兴 你不给人家给你脸色来看 那我就想问一下 如果男女平等的话 那为什么一定要男人给钱 对不对 为什么一定要男人给钱 如果认为什么 什么要父性 这种不对 为什么就是说男女人 要嫁给男人 这种话不对 不平等 那为什么男人结婚 要给彩礼这个事情 就变成对的了呢 对不对 你认同那个是 你认同对女人的那种 比如说什么 随父性 然后等等 一系列 男女不平等 一些事情 这种不平等 还认同这个 那为什么男人 一定要给女人 就女方家里钱呢 难道说这个婚姻 是买来的吗 这种叫男女不平权 不见得男人 都是占便宜的一方 不见得女人 都是受受损害的一方 所以说呢 这个为什么男女不平权 没有人反对呢 直喊女权 原因很简单 就是利益啊 而且我刚才也说了 真正女人被损 女人被损害啊 女人不平等啊 女人就受迫害的 这种现象消失了 拥有利益的这一方 女权们 真正的女权们 他们的利益在哪呢 没了 消失了 那他们怎么办 他们也消失吗 所以这 这一个共生体 永远存在 为什么这些人 永远不建议你 去往深度思考 不一不建议你 就是思考这个事情 真正要做到男女平权 就因为利益在这边 只要这个现象 永远存在 这个利益就永远能够挖钱 这就是事实 这就是这个社会里面的事实 可不可悲 大家想想 这个事情可不可悲 可不可笑 所以说 你问我到底怎么看女权 或者说你问我到底怎么看男女平权 别逗了好吗 其实为什么大家讽刺 国内的一些女权 叫中华田园女权 同样也是如此 思考的低质化 没有思考 全部都一些 就是很很面上的一层皮 你压迫我了 我要反抗 你开我一个玩笑 你就是男女不平等 臭渣男 全是搞这些 原因是什么呢 没有思考 没有思考 那也就会让这个现象 永远的持续存在下去 然后的话 大家永远的在面上那一层 争来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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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跟大家说一个例子 就刚才说的 从夫姓 惯夫姓 没有惯夫姓 就孩子啊 从跟爸爸这边姓 我想请问一下 怎么样能跟妈妈这边姓的 妈妈现在咱们这一代 不说咱们这一代 就是我这一代吧 80后这一代 80后一代的女孩子 那有几个不是跟自己的爸爸姓啊 那女孩子这个母性 这个姓怎么延续下来呢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父姓那个姓啊 对不对 其实这个事情完全无疑 全都是皮上的一层讨论 大家多多思考吧 能够争取男女平权 才是正确的 真正女 那个那个女性被损害的东西消失之后 你想想那帮为了利益 为了利益争女权的那些人 也就消失了 成年喊着啊 40岁的女人 这感觉真他妈好的 这些人也就消失了 好吧 这个话题我就聊到这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